这次潘鞋庆更与师妹曾介义联手合作 正式向妹妹潘美成挑战 紧接着潘美成发表新作之后 哥哥潘鞋庆也不甘示弱地推出他的新专辑 不过两人虽然分属不同唱片公司 在年底的唱片市场相互竞争的压力之下 兄妹之间的感情依旧深厚 只是多了一个亲密的对手 我觉得这方面因为已经习惯了 我会投入这一堂 一开始投入的时候 我刚才说我不是很赞成 但是他知道我不是很开心之后 我们一直有距离存在 这个距离是无情之中的一个距离 就是他一直认为我要当这一行 他会拿我来当一个讲真的 会当一个压力 所以他会一直无情之后 他告诉自己 妹妹他会唱歌 他会写歌 他会玩乐器 那我做哥哥的 我如果没有这样的整个才华 对自己来讲不太好 无情会是我哥哥 所以他在这几年来讲 让我觉得我真的是对他广目相看 其实潘美成 他早出道我六年 有六年的时间 所以呢 很多人都认为说潘美成是我的姐姐 但事实上在家里 他真的是我的姐姐 所以呢 我已经算是后生吧 不过呢 长江后浪推前浪 潘美成你要小心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非常地努力地在工作 潘协庆的新专辑主打歌变了真心 是由他和同门师妹 陈杰银合唱的情歌 两人从多次校园巡回演唱会中 培养的默契 将这首情歌唱得格外动人 我这一次啊 我觉得比较开心的是我跟陈杰银一起合唱 因为陈杰银是我最想要跟他合唱的一位女主角 那也刚好也是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默契 在校园演唱会里面呢 可能有经常一起唱一些别人的歌曲 或是像英文歌曲 那培养这种默契感觉起来呢 会比较能够熟练一点 那我觉得陈杰银跟我一起对唱这首歌曲 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不像一般的情歌这么的缠绵 他是在爱情的另外一面 可能是就是对于彼此的一个怀疑或是不信任 潘斜沁与陈杰银第一次合作 是潘斜沁尝试创作的歌曲《拔河》 收录在陈杰银的上一张专辑当中 原本不是主打歌的拔河 却因为受到歌迷的青睐 而使唱片公司以这首歌 再拍第三支音乐录影带 成为另一首主打歌 潘斜沁的创作能力借此收到肯定 也促成了他与陈杰宜再度合作 为了打响这首男女情歌对唱 唱片公司接下来还要举办 变了真心情歌对唱的比赛 让喜好唱歌的歌迷们一起来挑战他们 一段情散和情分不够